在道场看到不如法的人是无 该不该归劝干事 如不管了自己良心过不去 管了父的智慧也不够 与他人皆握缘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不能管也不能不管 不能管是你看到别人做的不如意的时候 你不可以说 说着横顺正真随喜功德 让大家欢喜 那怎么样说不能不管呢 自己做个好样子给他看 这就对了 他做的不如法 我做的如法 让他慢慢的看 让他自己凶 这就不得罪人了 所以说又不能管是又有要管 有方法了 自己做好样子 像道场说 常常做事情有人找麻烦 但是我们看到别人做错 我们不找麻烦 他有过时 我们来纠正 说我自己来纠正 不是叫他纠正 你用这个方法 日久天长 真正收到 护发的效果 你会感动他 他慢慢觉悟过来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学习 所以今天不是用言语确认 那个人没人相信 也没人接受 做样子给他看 第三个问题 是如对道场负责人 在用人方面的举措 无法理解 应如何是应 这个可以向他请教 这个没有问题 请教的时候 你要回避 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 你可以向他请教 恭恭敬敬 客客气气问他 提出你的疑问 如果有别人在的时候 有时候他就不方便说 这是可以的 那么另外的时候 你要是能够忍受 你在旁边细心去观察 自己还是要做好的榜样 来明白 这样日久天长 他要明白之后 他会感恩 我们隐形与举止 都是教训 都是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 这个要懂得 老法司说 互乏之间要厚足 但我排除万难 努力为佛法做出了贡献 帮助许多人受医 却实时受小人的批评 激行 嫉妒障碍 心中不平的生意 那么你要把你这个心中不平化解掉 你才真正把互乏之间的合作做好了 如果还有心中愤愤不平呢 互乏工作 你没做好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劝你 退出互乏的这个圈子 因为我知道的时候呢 我不够资格互乏 我连自己都没有护好 我怎么能护法 你退出 你不障碍这个道场 不障碍佛法 那就真的护法 如果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是非人物的话了 你在这个里面是扰乱道场 这不是护法 我跟你讲的是真话 不是假话 好好的在修行 修到什么时候 心平气火 你再回到佛门的走法 那你就是真正好方 那么你要晓得 世界 古今中外 你跟释迦牟尼佛那个当时的环境都有 我们在经书就看到记载 你擅门 你擅心 人家 嫉妒 障碍 是批评 毁谤 甚至于陷害 多的是 佛都不能避免 六族会能在中国实现 称佛 他所实现的成就 跟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书下 阅读民心 大车大悟 是同样一个境界 尚且还要到猎人队里面去避难 避受你 我们今天出来说 没有人障碍 但你是多大的佛宝 你的佛宝超过祝佛如来 万万倍都不值 你能做得到吗 你要想到这一点 我们心就平 祝佛如来到世间 都要受人批评 都要接受讽刺 佛已经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 慧能大四为了避免 只有躲避起来 所以你如果是受不了 有这么多情形 可以躲起来 学慧能大四 好好的回去念佛 到几世的时候 你有能力承受 别人毁谤我 无论我 陷害我 我听了之后 看到之后 我能够没有一点 晨慧心 而且还生感激的心 你可以出来护发了 不生晨慧 怎么会生感激 感激是感激他 消我业障 他毁谤我 我听了这个毁谤 自己好好想一想 有没有 有 我要改过 他说的对 没有 不怪他 大概是我过去式的业障 他今天 这个 现行在我面前 我的业障 爆掉了 消掉了 我很欢迎 我很欢迎 我很感激他 好像我们做学生 我们的功课 学到一个时期 他的考试 考试我们通过及格了 我对老师感激 那你能到这个境界 那你就可以真正护发 如果受不了别人的批评 受不了 羞辱 受受不了 甚至别人对你的陷害 你受不了 你赶快退出 护发 我常常讲 护发的功德在红发之上 在过去 护发是哪些人 红发退休出来 当护发 在古时会 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应该当护发了 要退休了 事发里面 在从前 古时候 70岁退休 古人退休叫至思 至思就是退休 70岁 那么护发也是一样 临重修行教学 到70岁 70岁以后 这就当护发 真有功夫 所以僧团里面 真的是六合金 一团活墓 护发的人本身做到 那么现在护发的时候 几乎都不是修行 红发退休下来 这就难怪了 所以佛法 为什么会衰 为什么没有正法道场出现 这个你要想的 那我们在道场 无论是职员义工 也要了解 今天佛法帅 是有原因的 我们要生悲鸣之心 真地要发大慈大悲 不要见怪任何一个人 看到错误 首先想到 我不能犯这个过失 别人犯这个过失 你不必说 我自己不犯过这个过失 久而久之 他会改 你比如说 他忍不住 对我的时候 发一顿脾气 把我臭骂一顿 我席而攻天 他骂完之后 我跟他深深问一份信 不必顶礼 深深问信 谢谢教会 一句话不说 骂几次之后 他就不好意思再骂我 这个人是个好人 你说我过失 我通通接受 我改过 你以后看不到我这个过失 你是我的恩人 你是佛菩萨 问题就发觉了 如果你吗 我不服气 我还要来来来 变变变 越变越黑 两个人仇恨 越激越深 永远不能讲 化解 过人跟过人 是这么样一回事情 在今天过激上 国家跟国家 也是处在这里 只要一方面 明白了 觉悟了 有这个诚意 没有 不能化解 不化解 问题严重 为什么 深深事实 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 痛苦 不是这一生 来生更痛苦 所以这个 这个 嫉妒 别人 嫉妒我 没有问题 我不能 嫉妒别人 我嫉妒别人 就错了 别人 嫉妒我 无所谓 学佛者不应批评别人的短处 但身为管理负责人 由义务纠正道场学习者的过失 应如何做到公平 且自己心底不留痕迹 这个就是学习 前面所讲的 随便校就业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你自己是不是真诚信 关键就在此地 所以领导人是以身作则 自己真正做到公平 做到真正的爱护 比如说父母爱护子女 子女又过世要不要责备他 要 那个责备是什么 那个责备是爱他 是帮助他成长 那么在公司在道场也会如实 他有过世的时候 你责备他是爱心就责备他 没有怨恨没有讨厌 他会感受到 一是帮助他长成 帮助他会做得更好 为什么呢 他将来离开这个道场 别的地方工作 所以没有别的 最重要的 真诚的爱心 你没有一桩事情 做不好 这个里面呢 不能有私心 架杂一点私心呢 你一教训别人 缠的是反效果 他不能不接受 为什么呢 你是他的领导 可是 这位完了之后 心里不服 怨恨你 那你就失败了 你给人结了怨处 既然结孕 将来就会有报应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个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最重要的 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讲啊 培养自己什么呢 爱心 自爱 自爱 才能爱人 自己不懂得自爱 你怎么会爱人 就关键是自爱 人要能懂得自爱 这个人一生 求往生的话 他决定的是 自爱爱什么呢 爱自己的本善 你看三字经上讲 人之处 心本善 我本性本善 我本性本主 佛书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我是众生的 我本来是佛 十三夜道 三规五戒 是我本来有的 你能够自爱 全都做到了 今天十三夜道 做不到 不自爱 地子规 做不到 不自爱 自爱的人 地子规 百分之百落实 地子规 要百分之百落实 你这个问题 全解决了 你待人介物 大公无私 你跟大众相处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 不尊重你 没有一个人 不爱你 为什么呢 他服你 他尊敬你 所以自爱 太难太难了 自爱就是觉悟了 就是真的回头了 回头深暗了 我常 也是讲了好多年 还有文字记载 佛是怎么成佛的 自爱 佛是怎么度众生的 爱他 所以希望大家都在这上下功夫 一定要想的 我本性本善 我本性本求 华音经上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我有如来的智慧得相 我要爱这个 可不能爱外面的名利呀 外面的贪嗔之慢 那自己怎么有的 自私自利 这自信的没有 自信没有 你就爱他 错了 你爱错了 要爱自信没有的 自信没有的是虚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那一切有违法 包括的范围大了 八星王 五十亿新俗 二十四个不相应 十亿个色法 通通是不相应性法 这个不能爱 可以用它 你可不能把它放在心上 把它放在心上 自信你本有的智慧得能 智慧 是明了 是通达 德 就是道德 就是善行 在佛法里面 就是戒律 向好 那是你的表现 一个是自受用 一个是他受用 自他不二 你的形象好 你受人尊敬 别人向你效法 别人向你效法的 学你的时候 这就是读他 一定是自行而后 才读他 你才能影响别人 你自己心熟不振 言语是欺谎欺骗人 没有实在的 行为都是自私自利 你在造一 你也会影响人 为什么 人家都像你 他是这样的 那我也应该这样的 我有什么故事 这就是 你自己不善 把一群人都教得不善了 都教坏了 你要负应过责任 你自己心形善良 影响别人是善的 这是功德了 着相是负德 不着相是功德 功德跟负德 在思想上没有两样 就是在心理上 一个着相 一个不着相 那么初学 要学自己心地里头 不留痕迹 最好的方法是念佛 自己念头踩起来 马上就是阿弥陀佛 二六十中呢 念念不离开阿弥陀佛 就把这些 无论是善的是不善的 统统远离了 佛号确实不可以间断 佛号一间断 咋念就进来了 念佛可以不必出身 别人看不出来 佛号在心里头 自己清纤楚楚 明明了了 这个是功夫 后头一个问题 在道场中 若负责人处理许多事 不如法 专断独裁 不与他人商量 请问 他里头四个小问题 第一 在道场学习 工作者 应怎样做才如法 佛教给我们 虚物 布施伯罗米 修 持戒 布罗米 修 忍辱 布罗米 如果你这三条都做到了 你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你提出这个问题 你这三条做得不够 所以还是反求助击 这才真正解决问题 第二个是 眼看着许多不懂佛法者 对这位负责人盲目崇拜 我们若好心揭穿责人的面目 深恐障碍某些人的发生婚姻应该如何处理 忍辱 忍辱波罗米后面还有三条 精进波罗米 禅定波罗米 智慧波罗米 那后面三条你要学好了 你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你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你觉得说自己要好好加功夫 这个对自己才真正有理性 所以不如法在今天的这个 这个社会 我再告诉诸位 是正常的 为什么是正常的呢 这个正常 包括你自己在内 你也不如法 你不要说别人 你也不如法 你如法了 你心平气和 你这些问题都没有 你会做出很好的榜样 让大家看 感化大家 那你就如法了 你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就不如法 说明说你自己也不够 真正的原因 就是我们这代人很可怜 没有接受神仙教育 完全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所以才把这问题搞得这么早啊 这么砸了 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今天 一切不如法 是正常现象 如果多如法了 我们教的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我们会很快乐了 大家都很快乐 所以你看看 无量寿经 佛对我们很大的安慰 无量寿经那几句话 就像现在 信任无知 我们的前辈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我们今天所做一切 这些不如法的不能怪啊 你好好去念这段经文 你就会心平气候了 你就会生智慧了 不会生烦恼了 现在我们没有学好 我们的父母不知道 没做好 我们父母 我们的祖父母 也没做好 我们的真祖父母 也没做好 中国从清朝亡国之后 社会就动乱了 军阀各局 日本人侵略 把这个整个社会打乱了 我们从小 还幸亏 十岁以前 住在家乡农村里面 念私塾 受一点教育的基础 所以我知道 这个基础教育很可贵 虽然是十岁以前 受的家教 一生 我今年八十岁了 在这个整个世界中 没有染上一点 不好的血气 就靠那点东西 所以我才真正体会到 中国这个传统教学 这个从小砸的根 这个不可思议 这我亲身体会 当然我遇到三个老师 这三个老师 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提醒了 如果没这三个老师 也很可能被这个社会 大染缸 染污了 三个老师当中 我二十六岁的时候 遇到他们 在提一把的时候 那时候人家 很轻 马上回头 一生当中 对人 对死 对无 没有一个恶念 没有一句恶言 人家怎么毁谤我也好 陷害也好 无故也好 没有一句怨言 没有一个念头 说报复他的时候 没有 你说我多快乐 为什么呢 这个在学佛之后知道 如果我们生气 去整他 报复他 他所受害 三分 自己所受害 七分 划不来啊 所以啊 一笔勾销啊 不大声 我感恩他 为什么感恩他 他来考验我 看看我 忍如精进功夫 到不到家 我把他都看到善知识 好人 他来考我的 每一次考试 我都能通过 我感恩了 我这一生生活在 爱 感恩的世界 这是我跟 江本博士 他小我 大概都小我十岁 跟我站在一起的时候 他比我老很多啊 身体也不好啊 他很羡慕我 你怎么保养的 我说我 就是用你实验 那个方法了 他说什么方法了 我说你实验 爱跟感恩 是宇宙的核心吗 他说是啊 我说我做到了 你没做到 你随世界 你没做到 我知道了 我生活在 爱跟感恩的世界 所以快乐啊 心地永远清静 清静就不会生病 慈悲就不会感染 这个是切身的利益了 虽然是一无所有 可是我生活不缺乏 这多么幸福 多么快乐 跟我同年龄的人 甚至于比我小个五岁的人 乃至小十岁的人 都不能跟我相比 这个是圣贤教育的成就 圣贤教育最重要 你要做到 做什么 就是你真的要放下 这我感恩张家大使 第一天见面 他就叫我看破方向 第一堂课 那我这个行业 是他老人家替我选择的 我很感激他 他告诉我 你只要一生 学释迦牟尼佛 那么你的一生 要是佛菩萨照顾你 你一点都不操心 所以不管是顺境 欲境 我总认为 都是佛菩萨安排的 都是好人 人人都是好人 世事都是好事 他来成就我 来磨练我 让我的这个 代谢 道义 智慧 天天增长 对一些 常常听经的同学 你们应该知道 你们听我讲经教学 你把去年我讲的 跟今年比较一下 我今年有很大进步 再千年比再上 我年年都有进步 他怎么不快乐呢 没有进步就不快乐了 退步就懊恼了 年年有进步 越越有进步 所以永远欢喜 长生欢喜心 发喜充满 所以你应当这样学法 记住 这个六族能大使 讲一句话 若真以修道人 不经世间过 看到别人的过时 马上反显 我有没有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那个人 他是来视线给我看的 你这么一看 哎呀那做坏事的人 他是我的老师啊 在这一个时代 他做这种视线 让我成就 将来我们自己 在主持道场 弘法立身 我就晓得怎样改过 所以我要感恩这个视线的人 他不做这种视线 我觉得在经验当中 学不到这场空 你要能存这种信 你看这个道场 你成功了 你会对 做得很不如法的人 你都会有感恩的心 你在这个里面学会了 你将来做是怎么个做法 如果你要是用意气 感情 你批评人是错误的 人家把东西交给你 你去做也是错误的 一定是心贫气 一定是常常存感恩 报门的心 你才能学成功了 那么底下第四 在这种主持人 出事不如法的道场 做义工和职员 会不会影响往生大死 往生大死的时候 是你自己的事情 问题你会不会受影响 如果你不会受影响 你在这个里面成就功德 为什么 他们做的不如法 你做的如法 你去影响他 不要让他影响你 那你是菩萨了 你做的是好事 不要说人家的过失 你自己做的 做的比人家好 大家看到了 他受感动 这个是佛陀的教会 指责别人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别人未必会接受 不接受跟你结了冤仇 这个冤仇结下去之后 生生世世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你不是大错了啊 道场负责人 管理不严格 浪费心众供养 道场日用摄持 请问因果由谁负责 这个你们有责任 你就不要管了 谈场发自不是讲得很好吗 个人应果 个人负责 你管他这些干什么 你如果心里管这个事情 心里不平的时候 你在那里造业 他造业 你也跟着他造业 这个错了 他做地狱 你不甘心 也跟着他一起去做地狱 你是个聪明人吗 聪明人不干这个事情 所以 解决你的问题 多听见 多念福 心平气火 你才能看天下死 才真正看出 事实真相 不管怎么做法 不如法 你都不会怨天诱人 你能看出前因后果 的真实智慧 不可以意气用死 不可以感情用死 这一点非常重要